- 大家好,我是Edwin 今天很高興就是在今天是4月18日 星期三呢,感謝我的好友奧利弗波波醫生的協助 那終於看完了Harry Potter這個話劇的上下集 加起來差不多有六個小時的時間 中間還有兩個多小時的休息 那整齣戲整個看下來的 前幾天我們看了My Fair Lady 《搖條書》的2018年新版製作 當時我們覺得說是一個經典音樂劇被當成話劇一樣 在挖掘它的戲劇深度 而反而放掉了音樂本身可以起飛的種種的musicality 但是這一次我們看Harry Potter這個話劇呢 它其實是導演John Tiffany用了很獨特的手法 把這一整齣話劇運用音樂劇的手法 特別是21世紀我們看到很多的流行的音樂劇手法 讓它的整個場面調度是流暢的進行的 這一點呢,是整個話劇留給我們最深刻的印象 就至於劇本本身呢,J.K. Rowling在寫上集的時候 坦白講我們真的是相當的不滿意 幾乎就是用一種很商業的消費性的手法 把原本哈利波特的七集的故事 包括電影裡面最為人所熟知的幾個段落呢 重新的包裝,重新的在舞台上展現出來 這是其實真的沒有怎麼很好看的地方 但是到了下集,居然進入佳境 特別是下集的最後兩場戲 J.K. Rowling他的那個獨特的拿手的 書寫人物的以及人際關係 在似乎什麼都沒有講的情況下 用最頻繁的這個對話 一點一滴的把這個故事的平淡當中 帶有很強烈的張力的這樣子的感覺呢 呈現出來 這是讓我們覺得挺有看頭的一個好處 那這整齣戲利用了相當多的Stage Magic 還有它的Theatricality 呃有很多地方可缺可點 也有很多地方獲得相當多的掌聲 那呃當然這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並不是我們覺得說特別的 好像很了不起或者怎麼樣 可是在觀賞的時候呢 比方像是我們背後看到的 有這個Dementors從天而降 在半空中在觀眾時頭上漂浮的這些場面啊等等 有些地方呢 它的這個金粉它的滑彩 跟這個劇情相切合的地方 會讓人覺得 欸這個挺有看頭的 有些地方就覺得說 有些空洞 有點可惜 有點浪費 這些科技跟場面 總而言之呢 它是一個 呃蠻有趣的一個包裝 一個架構 很可惜它並沒有 真正屬於自己獨立的戲劇生命 而比較像是整個哈利波特七集故事的 一個附屬一個番外篇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以後還有更多關於政治出戲的 呃點點滴滴 值得跟大家分享討論的呢 呃請大家繼續關注 Edwin會繼續在其他的文章當中 跟各位朋友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